全球新冠确诊人数如今是直逼1400万大关 接近60万人丢命 而重灾区美国昨天又新增了7万3000多宗确诊病例 创下美国疫情爆发以来的历史新高点 这也进一步把当地的累计确诊人数推高到接近370万大关 美国的50个州最近就有多达30州的 在一个单日新增确诊幅度创新高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几乎所有州属的疫情形势都出现上升的趋势 另外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防疫 虽然已经成了很多国家的新常态 但是在美国却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课题 美国虽然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州属发布了口罩令 但是民间抵制口罩的声浪还是没有减少 更有民众认为 强制佩戴口罩是在侵犯他们的个人自由 那不只是口罩课题 美国人在学校是否应该复课的课题上 分歧也是越来越深 美国的新冠疫情每况愈下 密西西比州的医院昨天更是一口气 接受了超过一千名新冠肺炎患者 让医护人员忙得喘不过起来 医护人员心里也明白 他们在和新冠病毒打之的是一场持久战 新冠疫情不见好转 那该不该在这个时候开学 也成了分裂美国的另一个战场 针对总统特朗普坚持要全国学校 在今年秋季全面复课 白宫新闻秘书麦克奈尼 昨天也出来为总统背书 强调有的学生长期待在家里 凡是遭受虐待或是患上抑郁症等等 他认为科学不应该成为学校复课的阻力 白宫这里是站稳了立场 表明科学和他们站在统一阵线 另一边乡的民主党则是继续把炮火 对准特朗普的抗议表现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昨天在记者会上更指批 特朗普政府在对抗新冠疫情的路上 根本就是走错了路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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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